11月21日 解放军派9架次军机进入台湾地区西南空域 其中还有两架次轰-6轰炸机 绕飞至台东南空域 除了轰-6 解放军还派出了空警500预警机 歼-16战斗机 歼-10战斗机 台军方统计 解放军自11月4日以来 一连续18天派军机进入台防空识别区 当天上午 解放军军机4次进入台西南空域 在应对台空军 其中一次所谓的驱离过程时 解放军直接霸气回向台湾飞机撑 解放军5架次军机11月20日还曾兵分两路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其中包括歼-11和运8反潜机等机型 歼-16和歼-11分别自东沙岛东北部外围空域 兵分两路进入台空域 东部战区空军是捍卫祖国利益 保卫领土领控安全的重要力量 近日在越东某军用机场 9架殲-7战机 恢复某航空兵学院退出战斗序列 接替他们的将是殲-10战机的最新改进型殲-10C 此外 在对台一线的我军主力战机殲-16 也已装备多支部队 随着新机型不断装备部队 东部战区空军先制战斗力正在加速生成 针对台湾当局以美谋独的图谋 和美方一些人以台制华的动向 中国交部长王毅20日再次强调 中方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 绝不接受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